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首冈奈拉 那首冈奈拉在这个休赛期可以说是动作变化最大的一支球队 因为他们一下子签下了三名外援 从第一阶段的全华班转变为第二阶段 使用了三名外援的球队 尽管说这三个外援,林书豪,吉布森和布朗二世的话 因为现行的外援政策可能整个出场时间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但是这的确是极大的补强了首冈奈拉的后卫线这个薄弱的点 我们知道首冈奈拉可以说这些年来一直很难去打到总决赛 再次去冲击总冠军 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出在后卫线上 那目前首冈奈拉的两个主打的后卫就是方硕跟刘笑语 然而上个赛季的CBA他们先赢后输 最终被广东南兰拉密转淘汰出了八强 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两个后卫接连的犯错 当时的话首冈队在上半场领先了20多分的领先 很多人都认为这场比赛要北京首冈大胜带走出现逆袭了 但是在下半场上半场首封特别顺的方硕突然压火 上半场得16分的情况下下半场仅仅得了3分 可以说又恢复了半场超神半场超鬼的境界 而在下半场尤其是在比赛的最后的关键时刻 刘小宇的失误又让北京首冈残存的主动权也让给了广东南兰 最终才被对手逆转 所以说这两个后卫无疑成为北京首冈上个赛季功亏一亏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们看到本赛季刘小宇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他进步也是非常大的 可以说是产生了一个质变 已经完全成为这个北京首冈后卫线上最活跃的那个点 也正是因为他的活跃使得首冈队的两大内线 林木豪和范子民有了更多的支援 本赛季的发挥比上赛季也好了很多 但是相比较之下 方硕却来到了近五个赛季以来的最低点 无论是得分篮板助攻 尤其是三分球命中率都是低的吓人 可以说作为这支球队里边少有的顶先球员 他已经表现是非常的差劲了 甚至我们可以说 以现在方硕的这种表现的话 已经有能力 或者说是有机会去竞争 本赛季最烂顶心合同这个名额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咱们前面提到的了 这个阶段首冈一下子引进了三名后卫 林书豪 吉布森和布朗二世 而且这三个后卫是各有特点 林书豪熟悉球队的技战术打法 擅长组织助攻 吉布森得分能力非常强 这个是跟方硕是有点类似的 属于得分型的一号位 最后就是布朗二世 整体的话打法比较综合 擅长防守 所以说再加上刘潇宇的话 整个北京首冈的后卫线 已经是人马绝对够用了 因为我们知道 北京首冈本身他不像广东队 不像浙江队那样 是一个打法节奏非常快的球队 他们的打法节奏相反 是整个联盟当中最慢的球队 因此他们的体能消耗相对偏少 因为节奏攻防转换打的少 那也就对于后卫线 这个人员轮换的厚度 并不是那么厚 四个后卫是完全够用的 那么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最有可能被淘汰出局的 就是目前首冈队的 顶型球员方硕 其实本赛季 有不少拿到顶型的 合同的球员 表现是相当糟糕的 那最为表现集中的 就是这个天津队的张兆旭 如果说方硕继续 目前的这种表现 包括咱们前面提到的 他在这个 目前的这种处境的话 无疑将会与张兆旭 展开机制的竞争 成为本赛季最烂的 那个顶型球员 咱们打开机制的竞争 快点 没关系 放开机制的竞争